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总统区居民 司马南 今天我们说苏联亡党亡国历史研究第七期 反正苏联是真的亡党了 真的亡国了 苏联作为一个政治实体 没了 世界上还有苏联吗 没有了 现在是有俄罗斯 现在是有白俄罗斯 是有乌克兰 还有一大堆 十五个加盟共和国 反正出世以后变成一堆国家了 这是个真事啊 那这样一个事实 我们中国人常说 世界前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标准是不是就证明 社会主义不行啊 是不是证明 列宁斯道里你们搞的那个主义不行啊 这事怎么看啊 中国社会科学理事实 证明课题阻规这个问题呢 他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技术的分析 他认为这事呢 你首先得承认的苏联呢 他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了74年 最早的时候 初始阶段 包括中期 那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绩 苏联进化经济始于20世纪 20年代 从那个时候开始 也74年 那前50年 到1975年 苏联经济发展的这个速度 什么感觉啊 搜搜的非常快啊 你不管你用什么样的 你用苏联的官方统计的数字 也可以 你不承认 那你说用西方的数字 反正苏联的经济发展数字超过日本 日本不是有经济倍增计划吗 小鬼子 倍增计划 说搞得不得了 苏联没达快 德国也一度发展很快 但是没有苏联快 苏联经济发展的前提 特别值得说出来 发展的前提 就是实现最大的社会公正 我认为在今天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后 我们在多少年接近两位数增长增长增长 现在增长速度下滑调整的 这个时候我们来思考公正问题 我们回过头看 已经解体了 解体了30年的苏联 实现社会最大公正基础之上 社会发展速度全世界最快 对我们意义在哪 公正这事重要不重要 解决两极分化问题重要不重要吗 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重要不重要啊 有不止一个人指出我了 说司马南你用词不准确啊 你不能说中国存在两极分化现象 要说存在收入差距过大现象 咱们一般人听不懂啊 我这事专门跟隔壁王奶奶讨论过 专门向他老人家汇报过 所谓呢贫富两极分化 按照有些人那个说法 那叫做穷的越穷富的越富 富的越富是真的 过去毛主席小平同志在的时候 百万富翁这设想 小平同志都认为 如果出现百万富翁 我们改革就失败了 现在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亿万富翁 几十亿几百亿几千亿的富翁都出现了 所以这团是足够长的 两极嘛 这极是这样的 但是这边呢 却没有穷的越穷 穷人包括现在要饭的人 他就要钱 你给他一个馒头 给他一个你们家吃剩的饭 那必须说 两极分化现象 如果你这么严格的定义的话 那事实这种现象是 比较少见 但是贫富差距过大 是 原来我18块钱 原来我24块钱 原来我32块钱 基本工资 但是那个时候 挣最多的钱 你挣500块钱了不得了吧 你挣300块钱不得了了吧 但是现在你退休金一个亿 那还不算分红 反复吃股 层层吃股 叠加吃股 隐蔽吃股 连环吃股 循环吃股 你分红还没加到里面来 而且呢 我举这个例子 这个人肯定的 恨死司马的 你干嘛老挤我呀 有人比我拿得多啊 有人欠19500个亿 你说他们家一贵拿多少钱 你们俩退休金拿一个亿的和 人家光欠银行的钱 包括民间借贷各种复杂信贷关系 欠19500个亿的 你们俩比起收入来 那你说你委屈 这事跟我们老百姓没关系 我们不管 反正我们看到的现实情况是 贫富差距过大 苏联当年的经济发展 贫富差距不但不大 而且实现了最大的社会公正 你说光这一条 感慨不感慨吧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 所有的拥护改革 我们对改革实现梦想的那种期望值非常之高 哪有人躺平啊 夜里都不睡觉 要挣钱 时间就是金钱 现在不行了 躺平了 至少有人躺平了 我们胡说两个孩子来回换工作 回来躺平了 干嘛不干了 他妈说有点小抑郁 还不敢提 为啥抑郁 躺平 为啥躺平 不想干 为啥不想干 你干也没用 这亲戚家孩子 都是北京人 买房 没戏 找北京媳妇 有点难 回家 不想 搞科技发明 没能耐 走关系 没有关系 那你说怎么办 所以现在公正的问题 就是蛋糕做大了之后 怎么分蛋糕的问题 有人认为不重要 分蛋糕不重要 我凭啥跟你做 分蛋糕你说不重要 为啥跟你做 中央提出来共同富裕 一大堆人出来反对 他们反对的方法 不是直接说反对中央提出的共同富裕 他们说明确主义 他们说什么叫共同富裕 你杀富济贫 他们说什么叫共同富裕 你这叫文革重来 你什么叫共同富裕 总而言之 他能讲出一百个理由 来类似这样的句子 牙根儿 恨得你只痒痒 他就 反正就不想跟你共同富裕 因为蛋糕做大了 自己都拿走了 甚至已经通过 卢森堡银行 弄到国外去了 他凭啥跟你共同富裕 你可以理解 这是什么问题 阶级问题 那既然像苏联当年 已经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 建立了社会主义的 计划经济体制 早在1940年之前 苏联就从落后的农业国 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 你不是实际前 这里的标准吗 实行社会主义40年之前 他已经建成了 社会主义的工业国 大家记得 毛主席50年代 那个时候 讲到中国要建设 社会主义工业国的时候 毛主席是怀着 怎样的期待 理想的憧憬 我们中国要进成 社会主义的工业国 但是1940年 在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前 十年 苏联已经建成了 社会主义工业国了 西方有个统计 这个数字 现在完全可以拿出来说了 上个世纪30年代 苏联机床的进口量 比例曾经达到多少 85%到90% 二战之后 这些产品 全部由苏联自己生产 在反映了什么 反映了苏联工业的进步 对不对 上个世纪30年代 进口量 90%都进口 说明你自己干不了 二战之后 全部都是自己 而且出口 机床那时候 机床什么时候都代表 最先进的 生产力精密的工业仪器 当然也不能说 苏联建立计划经济 体制里不存在缺点问题 没有不存在缺点问题的人 你就是把张子怡这样的人找过来 现在呢 这某女郎的小明星 你拿着摄像机 最好摄像机 再次镜头 你对着脸照 拍出来特写 都跟月球表面差不多 哪有完美的人呢 没有啊 但是 再经过几年 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 充分的信心 会对苏共垮台 苏联解体的问题 咱们是假以时间 缺点是缺点 问题是问题 但是我们呢 再经过一年 是一段时间 也许到苏联解体 40年的时候 也许到2035年 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候 我们再回头看 苏联怎么就解体了 苏共怎么就亡党了 这事我们就能看得更加清楚 这个呃呃呃 这李神明先生讲了一个具体的事 他说03年9月20号 他去莫斯科 他们去访问 去搞调查的时候 啊 中国驻莫斯科使馆 呃 李神明先生回见了俄罗斯当时最著名的历史学家 啊 叫麦德维杰夫 麦德维杰夫 嗯 叫什么什么 麦德维杰夫 这样的人特别多 安德烈 遍地都是安德烈 遍地都是 麦德维杰夫 就是梅德维杰夫 当过总理的 小个子名字是一样的 这个人 他跟李神明先生说 他说 2011年9月11号 是赫鲁晓夫去世 30周年 为了了解人们 赫鲁晓夫的感情和评价 他说他一大早 我就跑到那个公墓 那叫新圣母公墓 我去过好多次 赫鲁晓夫那个墓地 一大堆墓地 都是有塑像 赫鲁晓夫那雕像 很有意思 然后他说 那一共有46个人来祭奠 但全都是赫鲁晓夫家里面的人 其他外人 一个没有啊 世事30周年啊 这么重要的日子 不是平常 平常一个都没有 46个人全是家里的人 外人一个没有 这反映了什么 反映了在俄罗斯的人们心目当中 赫鲁晓夫就那德行 谁瞧起他呀 但是 列宁就不一样 斯大林不一样了 红场 那鲜花不断呀 伯利尔涅夫都有人念叨 伯利尔涅夫之后的 不是和安德罗伯夫 那也不一样 其实连科也有人叨过呀 所以后来李慎明同志说 说逼者想 人民是公道的 社会实践是公道的 今天分析苏联解体 我们看到大量的表面现象 但是我们 我们要寻求这个规律性的认识 我们需要通过表面现象 通过现象看本质 为什么要通过现象看本质 因为你 你现象是本质的外部表现 本质是现象的内部联系 有的时候 现象 可能会彻底反映本质 对吧 但有的时候 现象是部分的反映本质 有的时候现象则是掩盖了本质 装成一个大善人 装成一个慈悲为怀 其实心理变态 你知道吗 两面人 我们现在抓去贪官 都是这样吗 现象本质并不一样 所以要认清事物的性质 仅凭直觉 仅凭感觉 仅凭表面现象 那不行 必须要上升到理性思维 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 马克思在论述 1848到1850年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的时候 对不起啊 我又提阶级斗争 有人说司马南尼少提阶级斗争 你要干嘛 你造谁的反 你挣多少钱 你代表谁 有些人这阶级斗争 他有运动后遗症 你知道吗 他一听阶级斗争 他爷爷没准他爹 或者他本人 反正是阶级斗争的词 有的人不敢提 有的人还劝我 特别正经的跟我谈 司马南尼少谈阶级斗争 行 我少谈 但是马克思谈了 1848年到1849年 革命编年史当中的 较为重要的篇章 那就是当年的阶级斗争 马克思谈了 你 你怎么能说 我连马克思的话 都不能说了吧 那个时候 都有一个标题 革命的失败 在这些失败中灭亡的 并不是革命 而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 到底是革命失败了 是社会主义失败了 还是那些背叛革命 背叛社会主义 告别革命 远离革命 跟革命的群众 拉开距离 甚至欺负这些革命群众的 那些反革命失败了 这完全不同的问题啊 你按照马克思 马克思的这样的应用思考问题的角度 大家想一想 1991年前后 苏东坡巨变之后 李盛明得了这么一个结论 这些说法 你看战斗主义 战不着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他说失败的是马克思主义吗 失败的是从赫鲁晓夫开始 你们逐渐脱离群众 乃至背叛马克思主义的 戈尔巴乔夫 你们这些为西方马首是瞻的教条主义 那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失败 还是你们这帮这个背叛马克思主义 这些不孝子孙的失败 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 甚至不是斯大林模式 不是斯大林 失败的是赫鲁晓夫脱离 远离 背离 背叛 你们这些呢 最终背叛社会主义的 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 是你们的失败 是你们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失败 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 失败的不是真正和原来意义上的 无产阶级先锋队 不是苏联共产党失败了 而是自从赫鲁晓夫开始 逐渐的脱离了 马克思零零主义的戈尔巴乔夫 你们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你们本质上完全退化为资产阶级的 你们的政党失败 不是苏共 亡党 亡的是你们背叛苏共的这个政党 我觉得这话说的是蛮惊醒的 对于端正 我们很多人对苏共亡党亡故的教训 亡人认识是大有帮助的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共产党 他在理论上有没有错误 有 什么错误 僵化 教条 但是这是根本性的错误吗 你赫鲁晓夫什么错误啊 赫鲁晓夫 你戈尔巴乔夫什么错误啊 你形式表面看 是吧 也有僵化呀 也有教条啊 但是你们的本质是逐渐 乃至最终 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我社会主义有各种各样的 莫索里尼还是说社会主义呢 都以社会主义自诩 都说我为所有人好 但是短短的历史 一二十年之内 甚至很短的时间之内 下了原形了吧 揭露了一大堆人的原形 戈尔巴乔夫的原形 也揭露了 在三年到五年之内 戈尔巴乔夫就暴露了自己 你是社会主义者吗 现在谁还认为 戈尔巴乔夫是社会主义者 所以判断任何人 判断任何政党的实质 不是看他自己 穿什么衣服 自我标榜什么 更不是看他自己给自己 起什么漂亮的名字 我们中国有的人 就是国企蛀虫 但他说 我是改革家 我是改革先锋啊 我是泰山北斗 我是商业教父 我是优秀共产党员 那你说归你说 老百姓看到你到底是什么 可能是什么 所以老百姓的口评很重要 因为我们不但看你口号 我们要看你行动 看你实际上宣传什么 僵化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 不是马克思主义 你也学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 然后再说两句 你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这是一 二 你们嘴上也出了几句马克思的话 第三 你们抽去了马克思 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质定义 第四 你们自己任意歪曲解释 核心的是你们行动上背弃马克思主义 你否定中人民革命的正当性啊 你不把老百姓看得和你们的生命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啊 吹成是这个人类的政治明星 然后怎么怎么样 好 那就陶醉 那就享受一般的个人主义 再加上 你就不谨慎 心里面的小虫子掏出来了 这拿钱和后来已经堕落 成为一个广告演员 别搅得广告演员 盖尔巴乔夫自己给那个LV包驴包做广告 拿那鼠票点美元 那不是一回事吗 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共产主义者 有没有这样的社会主义者 还有脸说社会主义 所以说苏共垮台 苏联解体 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 这句话要做成本期标题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不是马克思主义失败 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 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 这是第二个标题 因此苏共垮台苏联解体 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包括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的失败 这不是我的结论 我也没有专门研究 李慎明课题组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了30年苏联解体了 这就是结论 行了 看在这下面你别看了 我们下面说 赫鲁晓夫上台 上台那时候开始起 苏联共产党就变质了 最开始变质了 味不对了 不新鲜了 后来变成有点瘦 后来长白毛了 后来长绿毛了 后来就完全不能吃 后来这个东西 谁吃谁拉肚子 谁吃谁得得长颜 谁吃谁得败血症 你们就这么变的 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领导的后期 尽管当时党的上层 还有雷尔科夫 还有利加乔夫 副职啊 副仇 一大批 反对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人 下层更多的忠贞坚决的俄共党员 坚定的要求做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整体上 本质上说 那个时候苏共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的政党 对吧 那个时候苏共 跟过去的苏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对不对 我们在这儿所说的苏共的跨台呀 不是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苏共垮了 而是已经蜕变为社会民主党级资产阶级政党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垮台 好 这句话最为本期结束 感谢收看 下期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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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